欢迎来到陪你读文艺讲要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论语它每一张每一张的分是有道理的 就是有时候有些大儒 他要把觉得两张要和平一张看 可是我们必须要好的抉择 它未必是两张和一张 比如说我们上一张叫做 众我与成才者皆不及门 下一张是德性言语正式文学 那朱子跟郑康成就认为两张可以和平一张 只是郑康成说两张和一张 上一张跟下一张是没有这种关联 那朱子说有关联 这个不及门的就是在讲 哪些人不及门的就是在讲这些地址 然后再把这个地址分为四颗 我们要说这两张如果没有关联 你把它和一张干什么 再来这两张根本不是和一张 没有关联 那你干嘛说它的关联 你干嘛硬扯它的关联 所以这一张是独立的一张 独立的一张里面 它的经文叫做 德性言语宣言语宣言语载我子共 正式燃有记录 文学指游直下 这个没有指约 可是有的古书上有讲指约 就是比如说 史记依着古轮域 他就讲孔子约 史记上面就讲孔子约 所以这时候这里却没有讲指约 那没有讲指约 记录者记这四颗地址 被孔子所应可 那当然被孔子所应可 当然也相当于指约 那孔子的学问 可以分类为这四颗 分类为这四颗 叫做德性颗 是谁呢 言冤 名字千 阑伯牛 重工 当然他们的事迹 我们随着论语里面 讲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再来细讲他们的内涵 这样比较好 笨这一张会讲不完的 那再来呢 言语科 讲的是载我子共 正式颗 列的是燃油记录 文学科呢 是列的是指渔指向 我们首先说德性科 德性科把它列为首要 是代表它是四颗里面最重要的 但是并不是说德性科只有德性 当然我们先说这德性科有四个人 第一个就是言冤 第二个是名字千 可见这是弟子的记录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实济司马千 他弟子列传里面 他是说 这个孔子只曰德性 言冤明子千 阳伯牛重工 孔子怎么会称弟子字呢 孔子应该是回啊 孙啊等等 怎么会称他的字呢 可见这个应该是 记录者来记录 孔子应可的 言冤 那当然没有话讲了 是真的是德性科的 贤债回也 那明子千也是一样 孝债明子千 那阳伯牛也是啊 阳伯牛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四人业而有四己 这种品德 怎么会有这种病啊 那是天命啊 那重工啊 重工也是啊 荀子把重工跟孔子并列 那可见啊 这是这四个呢 如果在孟子公孙宠里面说 这四个是具体而为 具体就是已经有圣人的全体的 可是而为就差一点 那现在德性科啊 就像圣人这样的内涵 只差一点 所以叫德性科 那德性科里面 难道没有言语科吗 有嘛 比如说这个明子千 就是服务人不言言必有众嘛 那不是言语科吗 德性科有没有正式科 有嘛 言渊是一个宰相之才嘛 明子千也做过非裔大夫嘛 阳伯牛呢 也做过中都宰嘛 重工呢 重工可始难免嘛 你看那种宰清之才嘛 所以有正式 德性科有没有文学科 当然有嘛 像这个言渊啊 就是一个博学多文的嘛 当然有文学科嘛 所以这四科里面呢 并不是说只学德性 只学言语 只学正式 只学文学 而是说这四科 孔子是通才教育 只是特别列某一科 他是 以他为代表 但是并不代表 德性科 没有言语科 没有正式科 没有文学科 第二个再列言语科 在史记里面呢 是第二个列正式科 言语科啊 特别讲什么 讲那个外交辞令 什么兵主相对 那像宰我就是 是一个很会应对之才 他曾经到楚国去 那种应对啊 孔子都认为比直贡还强 宰我的这种 讲实话 都比直贡这个虚辅还强 那直贡的言语科 你看直贡啊 当然那没有问题啊 直贡以前 孔子直入直贡啊 在荣山游历的时候啊 那就问直贡的 是像直贡说 他可以让两国 对立的两国不会用兵 而且化干戈 威御博 而且是亲如兄弟 那孔子说辩世哉 就是很会辩论之事啊 读书人了 可就是言语科嘛 而且他的实力真的是 曾经救过鲁国嘛 曾经让齐国 被吴国打败嘛 叫乱齐嘛 曾经让吴国 被越国灭掉 叫做破吴嘛 曾经让晋国争霸中原成功嘛 就是新晋 曾经让这个 越国成为中原的霸主嘛 叫做霸越嘛 或是强越嘛 十年之间 五国各有其变嘛 十年之间啊 这春秋的五国都产生 这么大的变化 被灭的灭 被弱的 弱该抢的抢 该霸的霸 你看 因为子宫一个人 言语 就把这五国翻天遍地的变化 所以这个言语啊 办事情的言语 有时候比认真做事还要重要 所以孔子也占单子宫 就是这种能产嘛 行己有此 死于四方 不入居命 这就是在讲子宫这个人嘛 所以言语科 那请问言语科 有没有德行科 当然有嘛 你看那个 比如说 子宫在孔子过世的时候 那种 受伤六年 那种如目之情 那就是用德行科 对老师无怨无悔的父子 知道把钱用在文化上 人才的培养上 那是德行啊 你有钱不会被钱所迷 那言语科有没有正式科 有嘛 你看子宫跟宰我 宰我还曾经是 其简工的宰相之财 初始出国 等等 他言语科当然有正式科 那言语科有没有文学科 你怎么知道有文学科呢 比如说读那个诗里面 可以专队 死于四方 能专队 这言语科他具有这个文学科 只不过他的特别在言语这一方面 特别在兵族相对 像什么 比如说宫西华就是言语科 那你不急列嘛 就是说代表人物 并不是说其他弟子就没有了 你看德行科 你也可以列像原线 你可以列啊 对不对 言语科 你可以列宫西华 当然可以嘛 所以不必那么吹毛秋子 说这线怎么没有列 然后那个臣子说 没有列真子 怎么可以呢 这是世俗之言 那问题是 史记里面还说孔子说的 这怎么回事世俗之论呢 再来呢 政事科 政事科里面就是在讲到说 他的财势同达 见地同达 能够办政治的 职工就是胡联之财嘛 当然可以列嘛 那特别讲到燃有 求也意 求多财多益 讲到内政 讲到财经嘛 那子路呢 子路叫做 游也果 与从政乎合有 很果断嘛 就是片岩刻意择玉嘛 军事之财嘛 那司法之财 军事之财嘛 当然他是可以是 言语科的 那子路 当然也是德行科 你看子路过世的时候 孔子哭于中庭 那不是德行科 是什么 所以政事科 孔门的政事科 也不是 有的现代主角讲说 就是打仗嘛 收税嘛 把事情搞好嘛 哪有他讲的这么简单 好 那再来 政事科里面啊 像除了染油指路以外 还有没有办政事 有嘛 像明子谦就是政事科嘛 那像这个 子游也是政事科嘛 在五成载里面 你看 孔子说 这个是个 各机沿用牛刀 福子谦是不是政事科 当然是嘛 至善父 公同姚顺嘛 神明之主 百福之忠嘛 当然政事科嘛 那再来文学科呢 文学科叫 子游指下 炎炎 信炎明炎 指下就是信补名赏 这样 他里面文学科 你也可以讲说 先王的典籍啊 这些文献啊 你也可以讲 这些才艺啊 这些文学科里面 他当然也可以 文以载道嘛 十三百 一言以弊之 耶诗无许嘛 以诗言字嘛 以诗来培养德行嘛 所以文学科 当然也是属于德行科啊 你看子游 他能够办出 在五成办出这么好的证 他难道不是德行科吗 他难道不是政事科吗 文以载道难道不是德行吗 子游 你看子游 子游在为国培养人才 里克 段干木 公羊膏 田子房 都是他的人才 他是为文猴之师啊 为国家培养人才 难道不是政事科吗 那子游 你看的 这个子游子游 诗经 书经 义经的传承 子游传理 子游可以传到 书经 义经 还有理的部分 那些难道不是言语科吗 都可以办事用的 而且 在子语四教当中 孔子四教就是文信中信 你看文学 有时候这个记录把文排在第一位 可见文以载道的文是重要性的 信就是德行科 宗在讲正事科 信在讲言语科 好 那这四科的弟子啊 只不过是孔子 他在诸弟子当中啊 他选这些代表人物 并没有说 这些人平时受教 患难相从 结果 现在成菜之后都不集门 都不来看孔子 或者是该死的死 该跑掉的跑掉 没有嘛 因为这四科里面 也有没有跟着孔子 周游列国的嘛 比如说 子游 这个就好像 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就没有记载到嘛 那像子章跟真子 他就有随从嘛 可是应该记录在这四科 也没有记到嘛 那这四科里面啊 并不是说 刚才讲到说 你不是只会一科嘛 只是特别标利而已 好像说物理化学 英文数据都很强 那特别在物理上 来记载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要知道 孔子来说 君子不弃嘛 不弃就是说 你不能只有一科嘛 你应该是 全方位的去发展 所以诸子跟臣子说 要跟上一张合 不能合的 和宴 黄侃 行丙 刘宝南 逐天光宏 他是说分的 这是对的 那只是说啊 其实众我于陈蔡 其实冉球虽然跟孔子 有咒诱列过 可是陈蔡之二的时候 冉球没有 冉球其实在 孔子六十岁的时候 冉球就已经 受继孙大夫的礼聘了 就回到了 鲁国去做官了 而且你要列列不完 因为在书上也有讲 炎铁论讲说 这个能够有 倾向之才的有七十 还有七十二贤 你要列真的列不完 总而言之 你说像直游直下 孟子公孙筹篇里面也说 直游直下也有 具有圣人的一面的 也不是光是文学的 好 所以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来 可以看出孔门的弟子们 气象万全 人才记忌 只是随缘的列上 这些代表人物 那有的说 因为生也鲁 财也鱼 所以没有把它列在四颗 没有 那生也鲁 财也鱼 那是在讲 他还没有跟孔子学的时候 是这样的 可是慢慢的 他们变成倾向之才 像真子变成传承之才 这怎么可以因为 他鲁他鱼 没有列入呢 所以这种注解 也是不对的 那这一章 你们可以看出 孔门里面的 是人才多 还有孔门里面是 这个全方位的教育 但是他在各科上 也有他代表成就的形象 作为后辈学习的典范 但是我们要从广播的去看到 这些几科都是互相含片的 那我们学习也是一样 是像君子不弃的教学 但不妨在某一个领域上 有你一个特别的成就 好 以上是这一章的大义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我下集完